各位微信闲事集 各位双善知识 一个家庭的平面 不是很大 但是家庭的学问 非常的大 里面有苏州的学问 神厅的学问 还有冷气机 抽风机 还有电视机 种种的问题 你的部署都是家庭入用品 但是里面的学问 大得不得了啊 你有福气了 你就会请到装潢设计师 他有研究风水 所以我们在暑期 微信圣教学院 一经大学 都有举办 教师研究营 还有大专建筑班 的暑期研究班 完全免费 培养训练 一些未来的年轻设计师 能够给所有家家户户 带来平安的设计 这几次功德无量 所以我们希望 各界们 你们能够 将孩子 送来 微信圣教 一经大学 来学修 这方面 家庭的布置 风水 宝典 这个是人生最宝贵的 一个智慧 所以我们按照位的条件 就是要长风继续 现在很多人 你长过照位 按在这里 通风也通风 当然通风很好 但是要很小心 因为瓦斯炉 容易风一吹 吹息了 家里有问题就来了 瓦斯中毒 甚至火灾 做的问题都会来 曾经问我们 一位老建筑师 他为朋友设计了 一栋房子 别墅 设计了非常地好 通风非常地好 但是 他的朋友 买这栋房子的时候 把瓦斯炉 排在这个窗子下面 窗 全部都是窗 整片都是窗 所以风 就一吹了 这边又是北风 北风 那边门离开 北风 有一次 他的朋友 在煮菜 煮煮煮的 好像是接电话 就忘了 将瓦斯炉切掉 结果火 熄掉了 在整个家庭里面 就是瓦斯炉 瓦斯在里面 他的朋友 全家中毒 哦 这个事形成 一个灾难 所以 我这个老朋友 我跟他说 风水 就是环境学 风水 不是我们所讲的 什么神 什么神 生活环境 环平 环境 这个都很重要 所以各位 我们大家 为亲朋好友 看房子 或是你自家 自己的窗 年窗下 按照位 你要注意 他的风吹的风向 能到被 风手吹的地方 你们绝对不能 把它打开来 把它守得好紧紧了 就不会发生 意外的灾害 这也是风水学的 最高境界 祝福各位